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 爱的大挪移 在这个环节当中 我们的四位男嘉宾 将会抛出两轮 工作和生活的短片 每一轮播放结束之后 我们的女嘉宾 都会进行一次爱心的调整 两轮短片播完之后 最后一次爱心值 分输最少的那位男生 将要离开我们的现场 但是特别强调 现在享有优先权的 一号男嘉宾 不参与此环节 好的 那首先我们就来看看 一号男嘉宾 她的工作短片 我叫曲星宇 今年24岁 是一名广告模特 大学期间 曾经兼职做平面模特 拍摄广告 毕业后 毕业顺理成章地 踏入了这行 在我看来 好的业务能力 是需要自己一点点 摸爬滚打 积累经验总结出来的 平时 我会时刻保持好 个人状态 一边随时迎接拍摄 每当看到镜头里的自己 我都会有一种 莫名的满足感 在工作跟生活间 我尽量去找寻平衡点 工作时 我积极投入 下班后 尽情享受生活的美好 快工作 满生活 这让我以饱满的状态 去迎接每一次挑战 看到共同点了 两个人都喜欢拍 看你的短片里面 应该是经常是那种被拍 所以想问一下 平时你的拍摄技术怎么样 因为我也很喜欢拍照 你拍别人拍得怎么样 我拍别人行 随便就考考你了 怎么能把女朋友的大长腿拍出来 就是比如拿手机嘛 然后把它正好卡在 那个相框的那个线呢 然后拍出来的人 是最好看的比例 手机不是还要倒过来吗 倒过来的话 一般是自己对镜自拍 比较好看一点 学到了 看来还是有研究 我都不知道 我这天天拿自拍杆的 都没有研究过这样的 我得把那个镜 翻过来拍啊 你拍的都是合影 不需要构图 我只需要把脸放进来 就可以了 你的任务是把大伙能拍进来 一大堆人 都是人计人的我那画面 好 我知道 我得也我自拍杆 我得给自己拍一拍 我这回学几张啊 星宇平时的身份还有模特对吧 对 会是哪种类型的模特呢 婚样模特 婚样模特 婚样 如果去婚纱店 选择照片的话 我都要新老 对 哦 都跟别人拍过了呀 没有 但是我的真心没有啊 就是只是工作需要 我说你看这看问题角度不一样 月亮姐 你很多人拍过了 我想说哎呀 那你拍结婚照应该很熟练了 哈哈哈哈 王悦刚才是什么反应 因为我看你表情里有一点点 因为我在想 如果你以后和你的另一半一起去某一个婚纱馆去拍婚纱 会不会刷到你自己拍的样片 对 我知道有些女孩是会比较介意这个婚纱照拍过一些的 但我觉得刚才小伙子解释得特别好 马上拿出四个字来 这四个字我都说不出来 只是工作我的身心没有参与 对 就讲得特别特别棒 对对 就逢场作戏嘛 对对对 你这四个字感觉 我真不好 这我得问小曲说一下 这只是她的工作 柯优讲话了 有人说你为什么要当演员呀 当一辈的人 柯优说我结过好多次婚你行吗 对啊 就是这样的 因为她是工作的性质 她只是鉴于工作 对吧 那我们丫头王悦也会理解这一点的吧 你猜妈妈在工作中 在演戏中不知道都死多少回了 我现在依然健在 不是很好吗 对吧 那只是工作而已 都当了多少人的妈妈了 对吧 那有什么呀 就是 对啊 对啊 那有什么 也没什么 只是工作需要 我可以理解的 但看得出来 二位就是除了有本职工作之外 其实你们的兼职还很多 所以私下会不会 就是生活优先 还是事业优先 生活 毫不犹豫 生活 求生欲很强 我工作和生活分得比较堪 就是我会以一种 一种状态投入到工作中 然后以另一种状态 就是放松的状态 投入到生活中 人本身就活得这么累了 就没有必要把生活和工作混到一起这样 这个和我很像 王悦 你不想问问他吗 他刚才选的一个头像是 烤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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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抱那树上都不动 这种你不得多问问他吗 他生活里边什么样 你的生活当中我猜想应该是比较佛系的吧 对 当然对感情不是佛系 求生欲好强 一会还有一轮生活小片 这边到时候可以看看 对